疫情发生以来 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 全力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积极开展国际抗疫合作 我们已经多次介绍了有关情况 如果说美方在疫情初期受到误导 或者没有充足的信息 为什么美国疾控中心1月15日 就发布了关于新冠肺炎的警告 为什么美方1月25日就宣布 关闭驻武汉总领馆并撤出人员 为什么2月2日就对所有中国公民 及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外国人 关闭边境 抹黑污名化 掩盖不了事实 栽赃 甩锅 赶不走病毒 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道 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 做好自己的事 把精力更多放在如何尽快站上 并且